以前嘉義官長 中華官為了提供世界半大會 親自發聲為第一聲 用手運勞在北部長官作為 他們去網友的議論 其實中華官長對委會有很大的憲慈 一年受邀參加 會出自比百大賓錢 自生他要活動後 稍微的精進才華 我真的集結在創作當中 並依革在年代 要開辦個人的創作委員 當時也進行議賣 將所得作為定規經費 官僚 中華官 本身對委會有很大的憲慈 自參加會出自比百大賓錢 自生他要活動後 任由活動意義復環 日前也在處參務 而且委會主帝跟他緊密靠下 希望就處得到自生他要 跟提供跟他的相談好業 但是 2021 年臺灣政會 經費地款 為主 目前 中華官 也請這劫創作委託當中 並且他給22月份的時候 修讀基盤個人委託 並且進行議賣 因為我們在這一陣子募款是真的不順利 而且募款大部分在我前面 都有人去募給基金會的 嘉義的資源本來社會資源就不多 所以我大概現在希望是在12月份 能把我做的話 雖然實在是也很不好意思 我最近又看別人幾次發展 就覺得自己的話有一點太幼稚 謝謝你的鼓勵 我就不知道應該不應該開發展 但是就是有想到說用這種方式 來這個 別許募稠 稠募基金 出別的是 中華官基本的工具當然會有 比如 雪盤 月筆丁丁 但是其實並沒有完畢 透過的隨地出宅 透過人更的方式作為 白果醬用的白刀 水果茶 菜粿薄 都是它的微微工具 甚至是外界 直接用冰箱時開月的白板 這有本人家屬一樣的隨心手遇 跟無拘無束 謝金仙博恩 莊來欣 家紀官 蔡荒博登